昨天有多少桃園人搭车到新北到台北 去排队 去买保险 为什么要到新北跟台北去买 因为桃園的这个销售中心已经买不到了 他的号码他已经发完了 已经买不到 而且他说在昨天晚上的5点要截止销售 所以大家都宁可搭车跑到台北来买这张保单 那其实我 因为我带过很多部署都在做保险 所以我本身对保险也有点研究 有没有人找你推销这个 有 其实之前的那个1500多的我就已经买过了 富邦的 我就已经买过了 对 我已经买过了 疫情一开始你就买了 对 一开始就去年的时候 去年大概四五月的时候就有人来跟我推销 我说好吧 我常常到处乱跑 就买好了 因为他的这个保险 所有的保险的利益就是 第一个 绝对不会让你赚钱 保险让你防止损失而不让你赚钱 所以这次为什么这张台产的保单这么多人买 因为他写的很诱人 他写的很诱人 但是大家要仔细去看他的揭露事项 他写的很诱人 就是你只要是隔离 你只要是隔离 不管有没有染疫就赔钱 就赔钱 大家要仔细看他的揭露事项 他的揭露事项一定会惨明一点 他不是让你赚钱的 十万块的额度内 你要如何去获得 他的目的并不是让你赚这十万块 而是让你这些人在这十四加七这段时间 不能工作的时候 你的隔离旅馆的钱 你的隔离据旅馆的钱 还有你不能工作你的伙食费 你家庭的相关的开支 你全部都要提供 他不是就直接发十万 好不说二句话就给你十万 就你要提供可能时报时销之类的 对因为他是防止你损失 因为这个人的身 这个保险两大功能 第一个是防止人损 如果人出了问题我赔你钱 第二个是防止财损 那不管是人损财损 不可能赔你一个人 都是赔你钱 就是用金钱来补偿你心中的心灵的损失 所以说十万块是一个额度 但是能不能全领 那看你的消耗程度 对就像我们 我昨天跟那个友台的一个主持人讲 说我们去打球 一杆进洞 那那个很惨 一杆进洞很惨 你要把在场所有人都要请客 你花没有二十万 你绝对摆不平 对 所以保险公司就有这种险 保险公司就有这种险 一杆进洞的险 那可是不是说 你打进去就给你十万二十万 不是 你要提供所有的销据去核销 核销完例之后 他还要检视 这个跟你这件事件有没有关系 才可以核销 所以不是说你今天 你被隔离了 我刚才去买一台二手车 十万块就算了 不行 那个收据跟防疫无关 他没有办法核销 所以我说 所有去买这张保单的人 大家真的是要把保险看清 你买的是一张保单 对 是保健康保财损 而不是买的一张乐透 那如果说你把这个东西 当成一张乐透 所以昨天陈时中陈部长 讲的相当的含蓄 他说这个事情不见得是正向 其实他讲的并不是说 能不能够中奖 不是这个问题 是你买了这张保单之后 会有一些有道德规范跟风险的人 对啊 道德 我会刻意去干这个事情 刚刚正好有讲 你进入医院不理赔 当然不理赔 可是医院周边的这些 相关的营业场所呢 卖面的 卖海产的 卖烧饼的 或是便利商店 反正我就医院周边我去逛 逛总会中奖一次 但我既然讲到这个 桃园现在的 那个恐慌程度很严重 因为你刚提到很多人 特别搭车上来买保险 所以现在桃园的状况 因为其实桃园人担心的是什么 其实大家知道 这一次的COVID-19 跟上次的SARS 最大的不同 在于致死率 致死率 那个SARS 65岁上的致死率 是55% 就是65岁以上得了SARS 大概有一半以上 会去老天 会见老天 见父母去了 但是这个COVID-19不是 它的致死率没有那么高 它没有那么高 大概7到15%而已 所以说这个东西恐慌 大家其实并不是害怕生病 真的不是害怕生病 是怕生病之后 被隔离21天 我的工作没有着落 全家的吃喝支出 贷款房贷怎么办 所以大家才会去买这个保险 那么多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小伙优独播剧场上